老委会自行委托学者来研究两岸签署ECFA了以后 对台湾的就业市场影响评估的报告 今天是正式的对外公布了 研究报告是针对四种不同的假设来进行静态的模拟 也首度提到说如果不签ECFA的话 会影响台湾减少47000人的就业 GDP会向下降0.179个百分点 至于签署ECFA之后呢 研究报告说可以增加GDP是0.7%到0.824% 而就业机会的话会增加10万5000到12万5000个